哈登不用这么累了,保罗伤情更新恢复良好明日战猛龙存在。 付出可能不久前,火箭终于官宣交易田瓜去了公牛,而卡皇受伤后火箭内线告急,迅速牵下绝金队就将填补内线深度。 半兽人加盟火箭的首场比赛便展现了攻防两端的效力。 加上圆脸灯的付出,火箭的实力上升不少,灯哥也不用单核。 在队,身边的帮手越来越多,在这段时间里,灯哥打出乐史诗级的个人表演,在过去五场比赛里,他一共拿到了261分,在最近50年李锦逊与科比,五场周期里拿到过26。 8分虽然灯哥打出了超神的表现,但在比赛中,他不仅仅要得分,还要组织,实在太累了,不过好消息是,灯哥的最强帮手很快就会回归,火箭将在明天主场对阵猛龙,在 这场大战来临前,保罗有50%几率能打,对阵猛龙一战存。 再付出的可能,保罗目前的恢复情况不错,灯泡组合将 重新点燃西部战场,这对后场是联盟数一数二的后场组合。 这对火箭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消息,去年的12月21日,保 罗在火箭同热火一战中拉伤腿筋,在那之后他一直缺席,算 上昨天同尼克斯一战,保罗连续缺席场次达到16场,在这 期间,哈登虽然表现神勇,但也背负了很大压力,弱保 罗能在同猛龙一战复出,哈登将多一个帮手,火箭取胜的西 也更大些,目前火箭替补习有小里福斯和圆脸登这两个德 力替补,加上法里德的加盟,目前的阵容已经有能力跟勇士 较劲,但是有球迷调侃道,希望保罗别付出拉低球队的战绩 登哥单和带队的战绩非常好,保罗自从受伤后,登哥 单和带队,把球队战绩从西部倒数第二拉到现在西部第五的 加季,保罗本赛季场均上场时间33.1分钟,场均得分1 5.6分4板8柱2.06段,确实不值年薪4000万美元 他的能力一度遭到球迷的质疑,昔日联盟顶尖的控球后卫 常规赛已经进行了一半有余了,火箭按照目前的趋势进 入季后赛问题不大,考神现在也已经付出,勇士首发五虎上 将恐怕全联盟其他球队无人能及,库里汤神格林考神 KD的全明星首发阵容空前强大,而雷霆有乔治和微少组 和,马次至少还有一个很坏的糟老头,火箭接下来的赛程 正是考验球队化学反应的时候,保罗的付出会不会给球队 提升战绩还要看他的状态,保罗只是一个为了梦想仍然在拼 尽全力的人,命运真的多饿,对他善良些吧,保罗生涯进攻 极紧希望保罗早日付出的点个好看让技巧君看看到 已有多少人